南花的花盆能不能用透明的 最近有些朋友他问我 他说这个种南花的花盆能不能用透明的 在网上确实有一些透明的塑料花盆 可以用来种植南花 它的设计就是南花盆 用透明花盆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随时可以看到这个南花根系的生长状况 然后看到这个植料里面有没有积水 有没有发霉 有没有虫子 都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那么透明花盆养南花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上面说的 可以直观的看到 根系的生长 突然的害虫植尿的霉变 发霉等迹象 那么它有没有弊端呢 弊端肯定是有的 透明花盆因为阳光能透进去 如果这些南花的根系 是生长在这个外围的外侧的 那么它就会被阳光所照射到 经过阳光照射以后的南花根呢 它会有透明变成绿色 变成绿色其实是一种能量的转换 它将这个 积蓄到的能量呢 转换成叶绿色了 一旦南根变成绿色 它是在消耗能量 并不会输送能量 它这个输送能量的功能呢 就会停止 它自己所积蓄到的能量呢 就在这里被消耗掉了 转化成叶绿色 这是对蓝猪生长的 是不利的 那么如果一个新手男友他习惯于使用透明花盆 或者是更希望能使用透明花盆 该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你准备两个花盆 一个像这样做好的 比如说这个是透明花盆 比如说这个是透明花盆 做好以后 另外再找一个比它大一圈的 另外再找一个比它大一圈花盆套进去 这样的常规管理的时候呢 就这么套着 那么阳光不能晒进去 蓝猪呢就不会变色 不会变色就不会影响到养分的供给 当你需要观察的时候呢 再拿出来观察就是了 如果你使用透明花盆呢 我建议是使用透明花盆 有关花盆